欢迎来到素我之言 我是素哥 不知道上次的内容 SERVENT与NAS 合不合大家的胃口 那各位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吗 看起来大家都没什么问题 说再多也没有用啦 有的话就在下面留言了 如果有想特别知道的知识 或者是觉得之前内容太难 想以更简单的方式了解 欢迎在下方留言 首先制服器硬体架构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主机板了 那主机板其实就是一个载体 上面承载了CPU GPU显示卡 网络卡 记忆体 等等重要的元件 让它能够在上面运作 主机板就像身体的取杆 负责搭载大部分的硬体元件 CPU则是大脑运作 所有的单元运算 主机板的尺寸通常比较常见的有 EATX ATX Micro ATX 甚至更小的 Mini ITX 那现在文新流行的 Mini桌机 Mini PC用的就是比较小的 Mini ITX主机板 那通常桌机 给一般大众使用的就是 ATX 再小一点的 Micro ATX 那伺服器呢 就用比较大一点的EATX 所以它的主机板的尺寸 那旁边这边有一个尺寸比较表 EATX的部分是12乘上13英寸 那ATX的部分就是12乘上9.6英寸 那再小一点的Micro ATX呢 它是属于9.6乘9.6英寸 那再小一点的Mini ITX 就是6.7英寸 乘上6.7英寸 就是它的尺寸大小的一个比较关系 诶 你忘了提 主机板有分等级 用晶片来做区分 以Intel来说的话 B跟H是给一般长辈用的文数机使用 那Z呢 就是给我们一般的肥宅打电动 或是电竞旋游使用 X跟C呢 就是给伺服器用的 X跟C这种高阶主机板呢 有的可以支援双CPU 像使用的CPU 或是更多硬体的扩充 那我就列出下面各种不同主机板的硬体资源配置 给大家做参考 我就不细说啦 直接用涂带过 有兴趣的自己可以慢慢看 竟然说到伺服器的主机板 那我就以几个原家屋市售的主机板为例来解说 那第一个首先看到这边是石头垫的主机板 是不是没有听过这个词啊 只是PTC 乡名 最常用来形容华硕的昵称 那这个词的由来就是一个广告词 华硕品质尖若磐石嘛 所以大家用这个东西来形容华硕 那基本上华硕这张板子呢 是使用单CPU的一个主机板 WS-CS22 Pro SE 就是今天要来介绍的主机板 首先很重要的是 这张板子使用Intel C422晶片组 有层PC-H蓝桥 那它可以搭配Intel 2066LGA角位的CPU 例如Intel Zion系列的W2265晶片CPU 晶片组跟CPU 两只会有很大的关键 就像父亲一样主导影响了家庭 那零件呢就是他们的小孩 那小孩就被这对父母所影响 零件的部分呢 这张板子最高可以装8G 共1020GB的DDR4记忆体 像是ECC-DIMM R-DIMM就是它可以支援的 但是能够使用的记忆体 必须以实际搭配的CPU为主 那再来呢很重要的是 那可以支援5个PCIe插槽 那可以扩充网卡啊 显示卡啊 这几种不同的扩充 那再来就是它可以支援的是 PCIe的券3 x16 x8 x4 这几种的尺寸 那它有两个插槽可以插乘16的 以及两个插槽可以插 两张乘8或单张乘16的扩充 那它还有一个乘4的扩充 ECC是伺服器很常用来 偵測保护资料的一种记忆体 还有肥材的低槽用的一般硬碟 及M.2的硬碟扩充 你刚有提到晶片组跟CPU 就像是负析质一样 所以还有一夫多妻质吗 你说对了 确实有一夫多妻 那接下来我们就使用 华硕石头垫这张双CPU的主机板 WS-C621e Sage主机板来介绍 那很重要的是这张板子使用了 Intel晶片组C621 俗称南桥PCH 那它可以搭配LGA3647的CPU处理器做使用 那例如Intel这样的第一代 以及第二代的扩充处理器 就是它可以支援的 晶片组跟两个CPU 就像一夫两妻质的夫妻一样 三个人影响主导的家庭 那零件就像是他们小一样 被三个人所影响 零件的部分 这张板子最高可以装 12支 DDR4 2933MHz 总共1536GB的记忆体 像11cc dim 就是它可以支援的 但是可以支援的记忆体 必须以实际安装的CPU为主 那这张板子最多有7个 可以扩充显卡或者是网卡的插槽 那它是PCIe X3 x16 跟X8尺寸的插槽 它本身有三个X16的插槽 两个可以装X8或是单张X16的插槽 那它还有两个X8的插槽 还有肥宅的低槽用的一般硬碟 及M.2 U.2的硬碟扩充 那我来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的内容 主机板是伺服器硬体架构最重要的曲感 那主机板的等级 与命名是依照晶片组 X跟C就是属于伺服器等级的主机板 例如今天介绍的C621主机板 那伺服器的主机板 又比一般的主机板 可以装更高阶的Xeon CPU 1CC记忆体 与加入更多的扩充 如网卡跟显示卡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收看 不要太想我们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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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